對的話因為是當天就是熱身的時候弄到嘛 所以其實當下是還蠻不太舒服的 但是因為隔一天我們馬上到醫護士那邊去做一個超音波的檢查 檢查下來是沒有什麼大礙 然後走起來的感覺也還行 然後現在就是目前最大部分就是在訓練的時候 傷勢的那種不舒服會比較明顯 對所以也是在等11月初的時候去照片子 然後再來做一個就是完整一點的醫療 醫療 治療 本來已經是今年年底要參加卡達 那我們在接下來會跟這邊站在這邊做訓練 然後再決定會不會去 就是希望這樣自己的身心都可以再多一點休息 因為畢竟今年的大賽都連在一起 就是兩個禮拜多就要參加一場 然後這樣子的節奏下其實對上市的 回復其實沒有太大的一個幫助 那因為我已經今年有參加古巴 所以目前的日子已經參加三場 所以再加上明年的世界杯是一定要指定參賽的 然後加上還有明年亞定賽 那其實這樣子的嘗試應該就夠 對所以在今年的話就是 在看接下來的討論然後看是不是要去參賽 因為就是奧運這個還沒有強到 所以我覺得我們最近就是會 會朝著拿到奧運門票去做準備 那未來當然是希望我們可以再繼續參加 因為其實我的部分呢 我們會因為一個賽事結束 然後去做一些調整 那不管是訓練上的調整 或是一定訓練上的調整都會 因為大家都是朝著奧運曾經 所以那個調整是必須的 不足的東西還是些微的存在 那就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因為全體就是需要一個戰略策略 然後最重要的是臨場應變 我覺得每一個項目應該都是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在臨場應變上 我們再做一些加強 都是要接著比國際賽嘛 那其實亞運都是在亞洲的這些選手 那其實歐洲還有一些新出來的一些年輕的選手 或者是比較經驗現在比較衝突的一些歐洲 那其實就是要多去跟他們去比賽啊 去累積這些經驗 然後再去做一些調整和改變 對然後就是一步一步的 往明年的巴黎奧運前進這樣子